文字幕志愿者 主席 市長 秘書長 各位一位高執官 各位媒體先生 同學同學 大家午安台後 說到特色公園 本是要針對本市戶外遊樂壽司問題就交於市長和處長 現在遊樂壽司大多是塑膠材質且老舊不堪 無法吸引小朋友使用 基本是所瞭解 現在有一些城市都在推行共榮式的遊戲場所 它的設計特色是合乎 公平 融合 安全 讓所有小朋友 特別是包括身心 障礙 兒童都可以使用 所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有無障礙的措施 這個部分過去是無人沒有人在中心的 以前是要有民眾建議 市府就可以找一個空地 來去一個遊樂壽司 因此要建議市長 市府是不是需要重新前面檢討過去的戶外遊樂壽司 改善現有壽司 將不堪使用的油漏器材包圍 將無人使用的油漏器材添移 並且要列作管考 本市以下有三點建議 是可以給市府和市長 各黨委員做參考 檢討 應該檢討油漬發包方式 現有的遊樂壽司 用切法專門保養 維護 導致壽司破舊不堪 無法使用 建議市府在發包企業中加入五年的養護條款 民定廠商必須定期派聯維護 來確保油漬的安全使用 第二點 檢討油漬壽司地點 有關油漬壽司建議 按本戶行先 評估可以壽司無障礙壽司以後 才可以興建油漬場所 讓大人家都可以安心 這部分要不要 市要制定壽司場所的相關規定 讓民眾瞭解 因為只有空間的時候 就可以行進油漬場所 應該讓大家瞭解一下 不然有安全性 第三點 檢討油漬形勢 本市現在的油漬場所 都是塑膠漏 塑膠性質 都是知識規規格 切瓦設計性和負動性 我想建議 其中有材質比較好的 示範點 以 地灣特性 優勢是功能性的藕筒油漬場所 其中特別之餘 是地品的設計 這部分關係到藕筒的安全 油漬安全 必須使用厚度足夠的地板 及其他有安全性的設施 要沙間 木屑 連工草皮 我想這幾點的時候 那個市長 市長 你要不是有什麼更好的設施建議 明天市長 你適合掌護北西下 謝謝張議員的建議 那有關其實我們本市的所有的小型油漬設施 包含在公園裡面 其實這部分都是按照我們過去有些基層上的建議來施作 但是我們後續的一些的建制之後 其實都照區公所去做維護的管理 目前我們本市的所有本處這邊來列管的部分 大概有90個地方 那其實我們明天處其實在每年都會來定期檢視跟照射 也就是會區分A B C 三級 就是說大概是A級的部分 大概就是應該設施上基本上是可以使用 只是它有些污損 那B級的部分和C級的部分 可能大概有些按照污損的狀況來做一個管控 那這部分我們其實區公所每次都要來定期巡查 拿著善進這個管理之責 那那個莊議員 莊議員剛才建議這些 我想早上有議員提到所謂的共榮式的遊戲設施 其實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在全面在檢討 包括我們已經跟區公所 各民政客都已經討論過 就是說現在目前會暫緩以舊的工法來施作 那我們也到台北市去來做觀摩 那時候也跟台北市來探討相關的做法 因為目前台北市從去年開始 大概已經有四座公園 它已經採用共榮式的器材 那共榮式的器材 原則上其實它是希望建構讓兒童所有的 不論是一般或者特殊需求 包括一些有一些身心障礙者 或者是說身心障礙 包括到台北使用的遊戲器材 同時共榮式的遊戲器材最主要的特技 也希望這個是除了八個嬰兒到八歲的老人 都能共同實驗 也就是說這個不管是家長或各種兒童 都能夠來使用來發展不同的它的遊樂空間 那這部分能夠創造一些不一樣的遊樂器空間 那按照目前的規定來看 我們遊樂器材其實按照國家標準 其實遊樂設施設備必須要最小的空間要183公分 那目前來看 可以設置共榮式的器材 我們檢視的大概就是中正公園跟百福公園這兩處 這部分是比較適合的 那其他小型的公園它必須要串聯起來 要串聯起來來運作 那按照市長的指示說 一區如果按照一個特色的話 未來按照共榮式來施作的話 我們現階段會有幾項做法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階段一些零星工程遊樂設施的部分 我們先以地墊的損壞這個 拆除改善為一個目標 那因為共同設施的遊具 其實它價格會比罐頭市較昂貴一點 那因為罐頭市過去已經施作那麼久 而且經常污損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維護非常不易 那短時間呢 我們短期上會先改善地墊 甚至我們也建議說各區公園的施作的話 是以防草地皮來代替來降低地墊的受草 那另外的部分我們也參照了台北市 按照共榮市的遊戲場經驗 那我們其實除了近期改善彈性地墊以外 第二部分我們將會進行所謂各區公所 尋找一個各領營公園或大型或是七星的進行共榮市的改造 那最終遠程 我想這個整個共同設施器材其實應該回歸到 讓公民團體它其實可以建議讓它來維護任養 那這部分目標來說 我們會從今年開始檢討以外 會陸續來施作 那也達到這個我們共同設施的遊樂器材來改善我們一個 本市的一個遊樂器材的空間 以上跟詹緣報告 謝謝 謝謝 處長 處長 以前我們所有的遊樂器材都是用 GC嘛 GC 朋友都給我看 我看你剛才有那個空 那時候來拍攝都比較有洋化嘛 現在都FRP 我認為都比較可以考慮考慮 但是本身 另外本身還有一個正義 我會去當年講 旁邊的歐東露園 原本就有一座恐龍造型的流滑地 非常受到大型的那一期都會去處處處處處處 我會去以前才會 那是我們其中五年共同的回憶 但之前 其中五年共同的那個條件 都有所謂的條件上 讓很多集中喔 集中聯合頓時失誤感 本市建議可以是藉由找回美好的技術的活動 請雞人市民提供合同樂園 老周邊 可以共同來規劃一下 一些對雞人 有雞人要因為落後的時候比較多嘛 休閒的時候比較少嘛 在後天的時候 人家帶小孩走走走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 延續集中就沒有要在記憶 這樣 那給一些基隆應該 百里亞百萬十五的 油漏七彩齁 是不是 處長 可不可以 想想辦法 找找看 找找 有七彩 要不要擋一下 我沒想要這樣 開始進展恐龍 所謂恐龍造型大型流滑體 你這樣應該知道怎樣 這個應該因為 可能歷史比較久 你當時為什麼拆除我 我不是很清楚嗎 到底有沒有 我們來想說 都拆除掉啊 那時候我們在以前過 我們怎麼去處理一下 就在隔壁這樣嘛 現在就有一個人家庭 我們到底 剛剛說這個 也不是劉冰場 那是兵啊 只有一個人家庭 就算 其實我們就是在那邊 很可能 今天就在那邊 所以我心裡說 應該 該聽就聽 我們該聽的 應該都要收到三四號 好心 這是我們社會的意見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這次跟這個市長的市政總報告裡面 好像都沒有涉及到衛生跟醫療方面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市長認為這方面是很完美 還是這個準備是要漏掉的這一方面 我現在就這一方面 我來請教一下我們的市立醫院 這個楊院長在去年剛上任的時候 我這個聽他在講對於金融事業委員的願景 讓我很震撼 我當時我覺得他是一個幹才 我覺得我很震撼 但現在呢 我不知道這個楊院長 這種你上任到現在也是一年出頭 你對市議院的整個的績效 給你簡單的報告一下 這個績效不要用形容詞 你用數據告訴我 謝謝 給你三分鐘 謝謝 謝謝 謝謝有一座的這個質訊 那這個績效的部分 我可以說的就是說 我們在效率的部分 在這個資訊系統已經把它改善 現在我們醫院的門診是 就是可以有五指化 然後電子病例接受過認證 那這個好處是接受 是改進我們行政上的一個效率 醫療上的一個方便 那資料跟保存 那至於在這個費用上的一個效率 那麼我們去年我剛到的時候 我做的第一次的這個費用支出 跟這個我們盈餘表 我們大概虧損了4300萬 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跟這個市政府 接受了6300萬的一個補助之後 我們大概還有2000萬的盈餘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不夠 我們少做了4300萬 那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在做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數字上面 大概有減少到200萬 但是我們總的收入 沒有多那麼多 理由就是 因為我們整型外科 現在沒有做了 那麼以前這個績效的部分 他們抽的比較多 他們現在沒有做了 沒有抽那麼多了 我其他成本省下來了 結果我反而也是減少了 我的虧損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們多請了幾位醫師 那我們就來了以後 我們多了一個婦產科醫師 然後我們多了一個家醫科醫師 那現在這個家醫科醫師 我們是希望他都到社區去 所以他並沒有排很多的門診 但是他每天下午 都會去跟我們的居家護理師 到機構 或者到病患家裡面去做服務 那展望將來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在長照2.0 在慢性病的醫療 現在我們又得到一個 衛生福利部的一個資助 謝謝衛生局的幫忙 所以從今年6月份開始 我們大概有500萬的經費 從衛福部下來 那麼這個是做私製的照護中心 那我們會對這個基隆市市民 有輕度私製到重度私製的 提供一個個案管理的服務 那我們希望我們這上面 可以做得更好 這是一個增加的部分 那在業務的部分 我們也多做了這個 職場的一個健康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家的工廠 在我們的職業醫學的照護之下 一個是平安 一個是敦南 一個是港務局 港務局本來就是了 但是我們現在多做的一點 就是去他的那個現場 去看職業醫學的服務 那我們的體檢的這個個案 我把這個體檢系統 變成這個自動化之後 我們現在每一天 大概有30個體檢的病人 那我們在過去3個月4個月 我們提前中心已經開始在賺錢了 以上 好 請坐 剛剛秉徐所要的這個數據 根據我手上的一些數據 從這個 你從104年到現在 好像都沒有一個 那個正的數據 通常是負的數據 這個 這個 因為一個 一個 經營一個醫院 最主要就是這個 要有患者 患者 這是我們的來源 這個 從104年到105年的這個 門診人數也在下降 這個第一個下降的數字 第二個下降的話 這個 這個 急性命的一般病床的收入 也在下降 而且 都在下降 都是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在下降 護理之家 那個收入也在下降 也在下降 也在下降 也像一百萬左右的下降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 從前面交通起來 總的 也績效 104年到105年 也是大概三千多萬 大概三千多萬 但是呢 從這麼多這麼多的 數據 都是負面的數據裡面 這個 你認為呢 是不是一年給你的時間太短了 還是你覺得千里俱窮呢 但是就是說 基本上我是覺得 這個 人緣還是在增加 還是在增加 你從現在到現在也增加了一些員額 你既然 你既然 開源沒有很顯著的那個 那個 績效的話 你又增加 增加那個員額 我想 你怎麼樣去 那個 讓司令院 繼續的存在下去 按照我的想法 我一向是主張 早就主張說 司令院應該把它採設掉 因為應該採設掉 因為現在司令院所可以做的一些工作 市面上一般的醫院或診所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 對 大家充其量只是一個中和的大型的中和診所而已 就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但是呢 我是認為說這個 門診人數減少 是不是你這個我們的 這個 沒有好的醫生來註診 有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找不到好的醫生來註診 因為 照理講的話 像請 我手上的資料的話 這個 司令院醫生都保持在大概十二位左右嘛 對不對 以前有時候還不涵蓋院長 現在你院長也加一句也差不多這樣子 差不多這樣子 差不多這樣子 大概十二三個 那護理人員也沒有什麼改變嘛 對不對 但是整個人營運狀況都在 都在下跌 就算說你現在就是說 剛剛你院長說這個 那個醫美的部分現在已經關起來嘛 收掉了嘛 那醫美說的話那些儀器那不是造成很大的浪費嗎 那儀器以後我們怎麼處理 而且在醫美這一塊裡面有很多市民跟我訪應啊 他有時候只撩到一半你就收起來了 這是不是市民也是一種在負責的行為啦 我一個出錢的想法 就算你認為這一塊 醫美這一塊你市議院以後 不再經營這一塊的話 你要把這些人 你不要再收新的販子嘛 就有這些給他完全處理好 這才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嘛 對不對 你就知道就切掉的話 人家有的錢都已經繳了啊 有的錢都已經繳給醫院啊 造成市民對市議院啊 有那種不太負責的這種這種 觀感啊 我覺得這是不是太好了 那你認為呢 如果按照我剛剛所講的那些數字呢 你你認為呢 你什麼時候有把握要把它轉虧為已 因為一年的時間了嘛 我不知道你 你會不會在最近想退休會不會 多久 大約多久 那跟郁州報告一下 因為市立院剛剛您提的 對的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去照顧 我們沒有照顧足夠的病人或市民 所以我們收入是不足的 這點我承認 那我的看法在這裡 如果我們今天可以接到養護之家 或是我們今天可以去接後面醫店 或是我們可以接到這個 比較大的機構的時候 那讓我們現有的人力可以再充分的發揮 那這樣我們的產值會改善 那如果這個政策上不能夠讓我去接這個 讓市立院能夠有更大的發展的話 我是預計在明年就申請退休的 那我是這麼說啦 你如果說你有這種想法 你應該跟市長報告啊 市長會來看我 我一向認為說 退休的 將即將退休的人員 不要給他擔太大的擋子 不要給他擺在太重要的位置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我 我說我說你現在 你連護理師家的床數也一直在遞檢啊 一直在遞檢啊 對不對 黑房時期 從八十幾床一直降到現在 現在還有沒有三四五床 有沒有三十四床 三十四床 對嘛 那還不會再萎縮 不會 那這樣子 從你任內就委說了很多啦 每一樣數據都是負面的啊 你說我怎麼樣相信你的能力呢 我可以說明一下護理師家的事情嗎 不要 你就總為性的 為什麼每一項都是負的 我剛剛說舉的那幾個數字 為什麼每一項都是負的 連一樣正的都沒有 我們的 那個檢檢中心是正的 哪一樣 提檢中心 提檢中心是嗎 是 好 那我是總的啦 總的啦 總的因為 稍微報告一下 你說沒有關係 我們過去的空間受限在座 它是分割的 所以我們的那個效率是不髒的 那我的護理師家現在撿到三四張床 我一樣我前面四個月 一個月虧一百萬 總共就虧到四百萬 那麼理由就是因為 我們必須維持足夠的人力排三班 然後加上休假 一粒一休之後我們確實受到影響 所以我把兩個病房 隔成一個病房 那麼以前兩個病房的時候 雖然我們號稱有八十張床 可是我們大概都說四十幾個病人 所以它其實是比較 比較鬆 但是我需要那麼多人力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關係 我想把它集中起來 其實我的效率在增加當中 那呼吸治療病房也是一樣的 雖然我們號稱有三十張床 或是二十五張床 其實我們只開了一半 也就只有十張床是RCW的床 那因為這樣的一個 那個美律原來跟我們承包 這個外面的這個 服務的這個廠商 它不願意承包 因為它繼續在虧損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集合起來 那集合起來以後 我們前三個月 固然是有減少我們的收入 但是我們支出相對減少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在打平 就樓上那個部分在打平 就三樓的部分 你說體檢是證數 如果跟去年比起來也是 收入也是下降 跟104年比起來也是下降 你要跟自己比啊 有 我有 還是下降啊 你的敵人是你自己啊 你要突破你自己啊 我跟一桌報告一下 就是我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做成本會計的分析 那麼如果一桌要的話 我們可以很快給您看看 第一季的成本會計 跟去年的成本會計 那個比較 那我們跟各個成本中心 來比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出來 在哪邊可以節省支出 然後在哪邊會有收益 哪邊要多做一點 那這個現成的就有 如果一桌要的話 馬上請他們送過來 好 那這樣子喔 假如說你準備退休的話 我是建議你 你乾脆早點離開私立院 退休的人喔 不是說他不好 退休的人總是對於自己的工作 有所倦待一下想退休 不是這樣子 報告一座 我即使說這樣的事情 我還是很認真的在做事情 今天中午我還回去開了願務會議 然後希望我們在五百萬上面 可以多做一點事情 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拿那個 正面的數字給我看 不要每次我看到都是負面的 我的意思在這裡喔 我的醫院很舊 五十二年蓋五十六年蓋 我需要申請錢來裝電梯 沒有錢 我要來做冰房的改善 沒有錢 那我又想要去接仁愛之家 養護之家 這個是政策交代 不一定給我們做 假設這些都不能夠做 那我就不來退休 現在很早就存在嘛 不是你來才存在嘛 我同意啊 但是過去的有的績效還是比你好啊 過去的事實上 不要一直搖頭啦 你聽我講話 你講話我都沒有跟你搖頭啊 一直搖頭是不禮貌 是 對不起 對不對 這是可以探討的事情 是 在你過去很多院長 他也是同樣的設備 也沒有什麼多什麼 比較新的設備 他的績 從市面上看起來是比你好啊 比你好啊 對不對 啊然後呢 你又在你的手上 你又增加了十五六位的 那個 那個 約聘人員啊 啊十五六位為什麼要增加這麼多呢 對不對 你很多的業務 不要急啦 你很多的業務 都在 比如說 照理說 有很多收掉收掉收掉 收掉啦 而且婦女之家 那個整個病毒也少啦 工作量一直在減少啊 一直在減少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多出 在你手上要多出塑料為人員呢 好 請說一分鐘就好了 講話慢一點 講重點 不要用太多行動詞 講數據 報告一座 那到底以前的績效好不好 這個我不敢說 因為在104年的資料我沒有 但是我自己從104 105 106資料來看 我是有在進步當中 那有關人力的部分 我跟一座報告 我們醫院過去的人力是一個黑箱 所以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有正式的護理人員 有八個月的休假欠在我們醫院帳上 所以我必須把它解決 還有照護人員有同樣的問題 都是以前欠的 那麼因為以前沒有移立休 以前沒有這麼嚴格的一個勞基法 所以我們就欠在那個地上 那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就是有關說我們過去的績效 我跟一座報告 我們過去的獎勵金在發放的時候 基本上是醫療獎勵金 占掉很大一個部分 醫療獎金在計算的時候 沒有把我醫院所有的成本算在裡面 所以就對我來說 我認為它是有一點點超過 那我現在在做績效的改革的時候 我把很多的成本都算進去之後 我的醫生其實他的收入在減少當中 因為只有做實際的事情 才有實際的錢 那所以我的績效其實還在截流方面 那在開源的部分 如果我沒有好的設備 如果我沒有更多的病人 我是很困難開源的 以上報告 績效獎金的話 一直在降啊 一直一直在降啊 對不對 那你現在就是說 你一人一再降 你也彌補不了你虧損的那一塊啊 醫療獎金在降沒有錯啊 沒有辦法彌補 除非我能夠做更多 所以如果我不能夠接到仁愛養護之家的話 我們大概是沒有機會 以上 好 那你認為說 市立醫院什麼時候會 不要說轉回回營啊 會這些負面的數字會沒有 會導入這個正常的營運 有績效的營運呢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基本上是困難 但是我現在 沒有辦法 不要困難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我大概要建議市長 要重新檢討市立醫院的存會 或者說以後轉型變成 所謂的這個長照之類的OK啦 但是真的不要再繼續這樣虧下去 就沒有意義啦 因為市立醫院不是沒有辦法可以取代 很多民間的醫療院所 通通可以取代 因為我們不能說 民知道是虧本的事情 我裝作沒看到 一直給它這樣子拖下去 這樣是對市民不負責的 以上建議 那如果你要退休的話 你要早點跟市長講 市長要安排怎麼樣的 善後市立醫院 或者要繼續聘請更高明的人 也有可能 是 好謝謝 我想剛才我們由議員講的 基本上市立醫院的問題 我們在幾次院會都有在 會期都要在反應這個問題 那本期在之前的會期也講過 是不是有機會 讓他以BOT出探方式把它保出去 或者OT的方式 因為你基本上 我剛剛院長講很對 巧富難為無名之吹 就沒有錢 沒有醫生 你想要做硬體的建置 真的也很困難 那與其這樣不如破五成州 我上次有舉過高雄鳳山醫院的例子 它是一個很成功的轉型例子 事實上在委外的過程當中 最主要處理應該就是人事的問題 人事是最大的傷腦筋的地方 但是這有問題就要去做 我也期待您未來有辦法這樣處理 我要提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待會兒會跟長照有關係 我想有個廣告詞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叫全家就是你家 那說不知 曾幾何時 我們暖暖的郵局外面也變成人家的家 這是今年4月27號的一件事情 我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4月27號我們暖暖郵局外面有個郵民 大概9點半就應該喝醉了 在那邊大概就躺在那邊 那也沒有什麼行為能力 那民眾看到第一時間當然就通報了 現在問題來了 民眾遇到這問題應該通報的是 1019還是1999 為什麼這樣講 實際上這件事情的過程大概說明 庶明一下 第一時間民眾 當有打電話到那邊去跟我聯絡 那我們第一時間有通報1999 我們社會處的社工速度很快 馬上去做處置 但是因為他沒有後援機制 所以這件事情到一點多才處理完 9點半到一點半才處理完 9點10點11點12點 花了五個鐘頭才處理完 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那歸咎的原因在哪裡 現場社工到了 第二時間我們警察局的同仁也到位了 再來 事實上我們消防局的朋友也到 同仁也到 就是我都處理 為什麼 因為要一致他需要車輛 但平常心講 不管是警察局或者消防局 他們都受命單位 沒有上級的指示 他基本上不能動作 我覺得合情合理 那為什麼沒有上級指示呢 因為我們沒有協調機制 也就是說 面對這樣的問題 社會處或相關的單位 你們有沒有個協調平台 有辦法處理這樣的問題 讓這事情用最快的事情處理 這當然是第一個問題 我想先就教於我們 處長 吳處長 你對這樣的事情 有什麼看法 非常謝謝林明志議員 對這個個案的一個關心 那這個個案其實我們也了解 那 據我所知民眾他通報應該是打 110跟1999 那所以說這個 之後轉到我們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我們社工也出去 那我就稍微回覆你一下 就是說 關於這樣的一個聯繫匯報 因為街友問題 事實上 涉及到很多的局處 那譬如說安置是在這個社會處這邊 那如果說在這個整個身份的清查上面的話 在這個警察這邊 如果是關於這個就義的話 是消防群那邊 其實都有 所以這個整個聯繫匯報 我們每半年會開一次 每半年會開一次 那你剛剛所提到那個問題 我想是在這個聯繫匯報裡面 我們會在這個進行這個 因為碰到個案 我們會進行一些修正 主要是在載送吧 對不對 主要是載送 那整個載送上面的話 我們是寫說這個個局處協助 那因為在有些個案情境上面的話 這個也許是這個界定上面的問題 我想處長講到很重點 就是說你們在匯報裡面的結論是各局處來協助 協助不形成義務啊 他們有協助的 可能可以這樣做協助 但是你沒有強制性給他要求一個標準的作為程序 OK 如果遇到 第一時間是警察單位 警政單位來處理 還是消防單位來處理 你們如果沒有落實這樣的一個 這個SOP的機制就是說 到底遇到這些低時間 我們社工需要支援的時候 是第一線誰拿單位跳出來處理 你們沒有釐清楚 基本上是互推皮球啦 你也不能講哪個單位是錯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 如果你們光有匯報 而且你半年一次匯報 遇到半年才來討論一次 緩不及其 這事情會層出不窮 我再多舉個例子給你聽啊 一樣時間一樣在我們那邊 大概有一位應該是 閹讀慣犯 他那時候持刀要傷害他的繼父 但是過程的原因我們不談 但是有個問題是 他在還沒動作之前 我們以無罪推論幹他 他沒罪 所以你們也不能強制做處理 這件事情我們也跟你們 設政單位討論了很久 也是沒有結論 遇到這社會的邊緣的人 需要被管制的人 我們完全沒有機制可以幫忙 你也不能叫警察硬去幫忙 那有妨礙自由的問題 所以包括這些事情 你們有沒有辦法統整出一個協調機制出來 幫我們民眾解決這樣問題 因為民眾遇到這問題 事實上也很無能 包括我們民意代表也很沒有辦法 肚子我們也只能幫忙去拜託你們做協助 事實上我一直強調 受命單位他是沒有權力 他們基本上他們是不能隨便出勤的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樣跟你說明 希望你能透過這樣的機制 能夠去協調出一個合法的程序 也許第一階段 我們警察通人比較快 是能不能協調出他們車輛 或他們人員馬上來提供協助 或者說第二階段 如果警察通人自愛難行 第二階段才行為 怕會疼敵社會來盜撒槓 有沒有辦法形成這樣的機制 非常謝謝林明志議員的這個關心 我想這個整個一個流程上 還算相當明確啦 譬如說那個所謂的通報這個街友的話 這個警察會到這個第一線去 因為他必須先清查他的身份 到底是或不是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順便看一看他到底是需要就醫 還是需要安置 如果就醫跟安置的話 就有不同的局處 所以我想這個整個機制跟SOP其實是有 現在應該是在於說你所談到那個個案 就是在於說他最後要安置的時候 他那個接送的問題 那的確在整個辦法上面 定的是說協助 協助 那這個東西就真的是比較稍微模糊一點 我們那個在下一次的那個聯繫匯報的時候 我們會盡快的跟警察局 你下次聯繫匯報什麼時候 那很快 那也麻煩你們下次聯繫匯報 做出一個明確的結論 讓你們互相單位和互相支援有所依循 好不好 所以拜託你了 請坐 然後另外 一樣是你的問題 先坐下來 我談給你聽 我想據本席所瞭解 今年立法院通過了那個 菸稅的相關的調整 依照長照 我們剛才講長照2.0的部分 他在移證稅的部分 從10%增加到20% 所以會多了63億 菸稅的部分 從又漲20塊 所以他們財政部預估會多233億 那公務預算加上基金的部分 加起來會177億 也就是他們會籌授700 474億左右 來譽助我們所謂長照的支援 那剛才我們 我們市立院的院長也講 也希望透過長照這樣的機制 能夠得到有關的預算的譽助 能夠改善我們目前的營運狀況 但我們也很樂觀期待 但是依照本席所瞭解的 我不問你實質內容 因為我相信你非常清楚 從服務項目從8項變17項 或他人口 他的服務對象增加多少人 我想你非常清楚 我現在要問的是 一到本席所瞭解的 這塊長照大餅 好像看得到吃不到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一般民眾 他遇到有長照問題 他的窗口到底是誰 目前有沒有做宣導 所謂的服務使用者 跟服務供應者的連結 目前有沒有建立起來 我想 處長拜託你幫我了解 說明一下這件事情 好非常謝謝林明志議員 我想這個長照10年 過去的長照10年 就所謂長照1.0 之所以會到2.0 我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推了10年 可是長照相關的資源 還有包括相關的一些宣導 這個很多民眾還是不太清楚 那這個不清楚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一項就是你剛剛說的 這個照管中心 可能很多人還不是這麼熟悉 我想先問你 現在照管中心在誰下面 在衛生局 衛生局嗎 你知道台南市的照管中心 在哪個單位下面 台南市在社會主義下面 對啊 如果我是服務的使用者 主管機關是你們 那我去找另外一個單位 你不會覺得這樣整個機制很奇怪嗎 應該這樣講齁 這個整個長照 事實上它也是一個整合性的 那有設證也有衛證 那我所知道像有其他有些縣市 他們也把它併在一塊 變衛生局來負責 那我們基隆市其實不是說衛生局 而是說我們現在是用分工的方式 有衛生局的業務 也有社會處的業務 讓我們同時來經營這個長照業務 我想目前是這樣子 那我想問的是 一般民眾 如果OK 我們看到現在長照適用的對象 除了1.0之外的四個 四種對象之外 又桌增列了四種 加起來是八種對象 如果符合這八種對象的內容 我假設符合的這樣的對象的話 我現在要找誰 我長照需求 OK我叫私自患者 我現在要找誰 我想大概兩個管道 第一個管道當然還是照管中心 因為照管中心它還是主要的一個平台 我想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就在於說 現在在推那個所謂的ABC三級制 那所以說這個 它基本上也是一個整合 那所以說這個未來的話 不管是在A或在B或在C 其實都可以肩負這樣的一個任務 只是說現在ABC這個東西 現在從1月1號開始推 所以現在的規模還非常非常小 沒有沒有沒有 處長我跟你講 一旦一件事情如果有兩個管道 等於沒有管道 對民眾來講 政府單位有兩個管道 我無法依循 所以我提出一個具體建議給你 你們應該單一窗口 就是說未來我有需求 我家裡有需要接受這樣的照管服務的 你們提供管道給我 甚至給我一支電話就好 而且不應該是1999 1999它在繞完 繞完之後它就像你們一樣 可能把它繞長照去 或者它問你是哪一區的 軟軟區OK 軟軟區有沒有B級的 有沒有C級的照護站 然後再我們把它連結到那邊去 軟了一圈都要跑出來 結果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這是我講的 所以看得到吃不到 我非常擔心這個問題啦 雖然政府的美意 而且變那麼多預算下來 如果執行不利 未來會變成我們的負擔 所以我請處長 你是不是幫我們研議一下 是不是跟我們衛生局這麼研究一下 甚至我認為照管中心要回歸給你們管才對 這樣所有事權才能統一 不過只要一個政府 當然只要開兩個窗口以下 基本上是沒有效力的單位 任何事情都找不到任何解 因為你可以丟給它 它可以丟給你 互踢啤酒之後屢見不鮮 民眾最擔心是個問題 所以要拜託處長 你有沒有辦法做這樣整合動作 回覆這個林議員 我想這目前維持在整個 照管中心的這個營運上面的話 社會處跟衛生局的合作 其實都還算蠻順暢的 溝通上蠻順暢的 但是問題也不可諱言 就對民眾那一塊來講的話 整個資訊透明還有整個程序簡化 這個東西我們會配合長照2.0 後續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動作 我們會一併來推動 我想多詢問一下處長 就是說你們在整個長照2.0 時間計畫推動的部分 你們當然窗口是政府的窗口 在服務的範疇上面 如果我一個家庭需要服務的 說你們是有沒有派出人出來做處理 還是說你們也是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來做受理 我需要輔具 我找輔具的中心 我需要長照 失智失能部 我去開巴士兩表 到另外單位去 或者說我需要一些 即興後端的服務 我再找另外單位 你們現在配置是怎麼樣 那跟議員報告 我剛剛講說長照是個整合性的服務 所以說事實上 照理說這東西應該都綁在一塊才對 那只是說這個有歷史因素 我們的整個社會福利體制 它還是一個只要參捕式的 只有一步一步這樣補起來 那所以說像你說這個可能 輔具它都單獨做 富康還都單獨做 所以說在公餐 在交通接送等等之類的 就有些東西因為先做 所以說民窮的先入為主 所以他認為說我需要輔具 找輔具中心 然後我需要這個送餐 那我可能找誰 那所以說這個 民眾的認知會比較分歧一點 那現在慢慢慢慢的 長照2.0就是希望說把這些資源 把它給兜在一塊 把它整合在一塊 我想這個東西是 一方面是 有前面的一個因素 過去的歷史因素 那接著的話應該是在整合 長照2.0裡面 他希望把它給整合在一塊 所以目前 我知道你的解釋 目前沒有整合在 就各自散落在 這個所謂長照 散落在各個地方 各個單位 應該是說長照是整合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前面的發展比較早 所以民眾的這個 不管是在整個印象上 或記憶上面 或在整個使用經驗上面 他可能都還是單點的 所以我常講到 這個長照基本上像套餐一樣 這是從前菜到最後的甜點 可是問題是民眾常常是要單點的 單點的 所以他就知道說 我需要輔具 我就找輔具中心 我需要車子 我找富康巴士 我需要這個送餐 我可能找關懷據點等等之類的 所以民眾是沒有完全的概念的 那我是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整合性的一個資訊 讓這個程序簡化 然後按照他的整個一個 整個完整的一個需要 我們這個透過評估 把它這個東西把弄上去 市長我很認同你的觀念 整合概念要有 我也希望今天跟你討論 這一段是希望你把整合的機制做出來 未來民眾遇到長照的需求 他只要找一個單位 也許你們有一個窗口 一個專人 可以幫他解決所有問題 雖然很難 這付出的行政資源也許蠻大的 但是這樣子才能不能 才不會扼殺到長照2.0 變那麼多資源出來的美意 我希望你好好努力 那我們也一起來期待這個部分 謝謝 好 這個 市長在這個 市長是這種報告裡面 一直 強調這個閱讀問題 但是我 我有一個問題 我來請教我們文化局的馬局長 馬局長 馬局長 有 有幾位叫漢牛衝動你知道嗎 漢牛衝動你知道嗎 聽過沒有 有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是我出場的 後來 你暫時忘記了 我告訴你 漢牛衝動 就是取之於唐代柳中元的一句話 叫處則衝動與行則漢牛馬 各取兩個字叫漢牛衝動 你聽有 是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藏書很多 對啦 代表藏書很多 問問你 你現在文化中心的藏書多不多 現在藏書 一千萬的書現在 正在整理當中 那六月底之前就會陸續上架 所以現在藏書是算是很充沛的 有沒有達到漢牛衝動的境界有沒有 快要達到 好 那很有自信的回答 這個呢 我前幾天我到 晚上到文化中心去 左看看右看看 在這個讀書館的門口 都有到 三次的看板 就在強調 你這個市長 勸付了多少書 多少書這樣子 是 幫市長做正念的宣導 當然是好事啦 當然是好事啦 幫市長出這麼多 有沒有建立自己圖書館的特色呢 你認為基隆圖書館應該具備 什麼樣的特色 我覺得基隆圖書館非常有特色 要具備什麼樣的特色 你認為 他應該要具備 提供市民足夠的圖書 還有即時便名還書的一些設施 幾乎每個限制圖書館都必須要做這個 這個是基本任務啦 是 你講的也是基本任務啦 對不對 你基隆 你有特殊的一些地理環境 特殊一些歷史圓圓 也應該有一個特殊的藏書吧 有 對不對 對不對 有嗎 我們現在正在左手就是針對移工的那個部分 我們來做一些移工專用的一些圖書區 譬如說什麼 你舉 你隨便舉兩三個 譬如說你什麼樣的藏書 你具有特色 或者別的限制沒有了 要找這方面的書一定要到基隆 這個文化學裡面的圖書館才找得到的 有沒有類似這樣子比較有特色的一些藏書有沒有 有 譬如什麼 譬如說 因為每次從郵輪下來的移工非常的多 那但是他們如果來借書的話 沒有相關會講他們語言的人來借書 所以我們也請了一個那個印尼的移工 那他們固定的那個時間 會來跟我們這邊合作 然後就每個星期天 他可以來做一些租借書的事情 是要租給一些新住民是不是 是 這個台北已經有人在做過了 沒有我們自己這個部分 不是啊 台北火車站你一看 禮拜天都有啦 那很小規模啦 很小規模 有人在做這個事情 你講這個也是概括在一種 讓人家 讓書本流通的便利性嘛 讓一些新住民可以看到他們 看得懂的書嘛 大概是這樣是不是 然後也可以讓台灣的民眾 然後其實也可以看到這些書了解 這些南向國家的一些文化跟特色 我倒不是 你答的跟我問的都不是太 太相近 而且距離很遠 對不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基隆靠海 有沒有對海洋科學海洋 生物海洋生態一些專書 在我們這裡 這第一點 基隆以前是大航海時代 一個發展的一個縮影 你還想研究大航海時代 對台灣的一些影響 有沒有珠珠馬跡的一些藏書 是在我們這裡 不是主座外面的特色 是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可能 比如上什麼大英博物館 那麼大的規模 對不對 或西班牙皇家博物館 那大規模 不是啊 但是我們基隆應該是一個 很有特色的城市嘛 因為現在是我們在推動什麼大航海時代 大機種什麼歷史場景重現 對不對 這是有連結的啦 這是有連結的 所以說你講到這個 這個書箱城市喔 你概念中的書箱城市 應該是什麼樣的城市 你用簡單的形容詞 你印象中的書箱 因為市長的時候 我要也寫書箱城市嘛 我不知道這個稿是不是來自於你 我不知道啦 但是你的概念中的所謂的書箱 當城市是什麼樣的城市 民眾會喜歡去接近書 閱讀書 包括說主動來 進入到圖書館來借書 那甚至就是說 不是說像一般的那個 縣市評別說 借書量很多 好 你就是主動在圖書館 這個區塊嘛 那不是每一個市民 你們弄一招圖書館啦 對不對 不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不是每一個市民都這樣子啊 你可以到圖書館去看那邊閱讀也好 借書的它的比例 跟我們全部市民的比例 大概是什麼樣的比例 你大概就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說不是圖書館 才可以培養出普遍閱讀的習慣啊 不是只有圖書館 按照市場法則 現在基隆有幾家書店你知道嗎 報告一座我不清楚 不清楚喔 啊你沒有在基隆看過比較像一樣的 比較具規模的書店 有沒有看過 你個人的經驗有沒有看過 會比較大的書商 在基隆設立據點 你有沒有看過 我們每一年都有跟那個 不是 我說來目前 我說現況 現況 你有沒有看過 有何佳人書局還有成品書局 然後還有 成品在哪裡 早期有成品書局 現在在哪裡 我說現況 現況 你注意聽老婆話 現況 成品在哪裡 現在沒有 沒有嘛 他在問書嗎 對不對 對不對 在問書啊 所以說一個書家的城市啊 是要讓人家很容易可以接觸到書啊 對不對 最後還是不要 要回歸於市場 光靠圖書館沒有辦法 創造一個書家的城市 是啦 要回歸於市場 所以說我這方面啊 我希望局長你好好的觀察 我相信推動書箱城市 我們都肯定的 是在好的方向 不然不是局限於圖書館 是 對不對 好 那個文化局長 那我再請教你一個事情 你希望 基隆會是一個有什麼樣氣質的城市 就像跟你一樣有氣質的 你一個都市有不同的氣質喔 你想要把基隆營造怎麼樣有氣質的城市 有氣質啊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希望基隆市是一個 能夠 展現出人道精神 然後有同理心 這樣子氣質的城市 不是 人道精神 大部分文明國家都會自動這個啦 對不對 我們基隆市是真的比較特別 因為像我們的中元紀 就強調就是說 境內無孤魂嘛 那其他的那些太平倫 或是說像那個清法戰爭 太平倫那些 不是說像法國公共 我講的 你的答案就跟我差非常的遠啊 我們有時候 我應該到你的辦公室 你泡澡給我喝 我再跟你播動一下 我跟你說啦 你到京都去 他有沒有特殊的氣質 有嗎 有 你到倫敦去 有沒有特殊的氣質 有嗎 你到台南去 有沒有特殊的氣質 有沒有 有嗎 有 就是氣質啊 不是所謂的人道 不是人道 不是這個 有沒有氣質跟有沒有人道 沒有直接關係 沒有直接關係 對不對 文化這個東西啊 不能用捏造的 不是說 是先有文化才有書啊 對不對 是神 人類生活的一些經驗的累積啊 的累積啊 後面的人 後面的文字以後才把它紀錄下來 對不對 因為基隆就是一個海洋嘛 你如果突顯你海洋的特色 你在基隆住幾年 我在基隆住了二十年吧 二十年好 那可能你沒有聽到 我小時候的時候 每天都有聽到氣笛聲 而且它固定在幾點鐘都會有 聽到氣笛聲你會想到什麼 海洋吧 找到船吧 這些意象會自然的浮現 對不對 你到輪延去 它那個 那個 那個時鐘 每整點都會唱歌給你聽啊 都唱歌給你聽啊 當然這個 那個長期的基隆的掌政者都忽略這一塊啦 這是一個都市的軟實力啦 發展官方不一定說你要花多少錢 不一定是這樣啦 我想文化局長 要對文化局要對基隆有貢獻 要著重於這一塊 讓基隆行到這個有氣者的程式 是 那種感覺它是憑感覺的 憑心靈的感受的 憑心靈感受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你到東京跟到基督 絕對不同的感受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是說基隆它有這個底韻 它有文化的底韻 結果整個的大航海時代的一些歷史基隆是縮影 所以我那天才跟你講啊 說清化戰爭 法國人為什麼要來打基隆啊 為什麼不打台南啊 或打什麼 不是什麼台南的防務特別強不是啊 對不對 因為大航海時代的時候要什麼 自從工業革命以後 就是內燃機啊 蒸氣機發達以後 就是要燃料嘛 要動力以來源嘛 對不對 基隆市傳台灣 北台灣是運煤量 超過全台灣百分之九十嘛 這當然要來喬這一塊嘛 以前飛鎮飛鎮啊 都很拚 對不對 但是很多人就是藐視歷史啊 把他認為說 這一個政治的戰爭 那是經濟獵奪的戰爭啊 你要凸顯這個東西啦 對不對 那是經濟獵奪的戰爭 所以我們有沒有角度不一樣 變成說 像立個民主英雄墓 我就覺得是很奇怪 沒有把真正的 這個歷史的遺跡 該講的話 講出來 該有的故事 講出來 沒有嘛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我剛剛說的那個 所謂的太平倫也是一樣啊 對不對 在所謂的歷史場景重建 裡面啊 沒有太平倫這一塊啊 太平倫存在哪裡 存在周山群島附近啊 不在這裡啊 那如果你硬把它塞入歷史場景的話 這是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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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是什麼 本來在這裡發生的事情 還就對歷史場景重現嘛 甚至我曾經也建議過 以後在這個歷史上 重建的這個過程中啊 應該在東岸跟西岸 靠來的地方 找一個適當的地方 建立一個228受難者位臨碑 那才真正的受難者位置 在那個地方嘛 對不對 這都無關於意識形態 這只是面對歷史 這只是面對歷史 這無關於意識形態 菲律賓瑪麟拉 有一個叫黎薩公園 你去過沒有 黎薩是誰你知道嗎 菲律賓的國父 他裡面有一個曾經 曾經觀過黎薩的一個 一個囚禁室 他從公園的入口 用腳印來表示 一直引導人家走進那個地方 他不避諱啊 他就曾經被西班牙那個統治過啊 他不避諱歷史啊 對不對 阿菲律賓這個名字誰取的 西班牙人取的 為了紀念 那個西班牙國王菲律賓啊 有沒有避諱 有沒有避諱啊 對不對 所以我的歷史應該是 還原這一幕 而且你要從事這個 所謂的 這麼大一個 這個 所謂的歷史產業再現 的整個計畫 你應該 我建議啊 我也建議市長 要把這一塊擺進去 這不是讓人家知道 喔 這個是歷史事件的發生地 增加一個觀光很大的賣點 阿伯來給人家 一定要跟這個商場 我自己買的是 一個重要的店 對不對 會帶著很多人潮來 跟他造這樣的人啊 被比到中東公園啊 跟那個觀音馬祖像造的比較多啦 我不跟你騙 所以說這個很重要 好 你先坐下 再來就是說 當然所謂的這個 親鬼間 我是不太想再談了啦 因為說得臭的聲音 而且市長也一再的講啦 但是我覺得一個有趣的現象 我們事業的時候 不會有一個所謂的 歐童節的時候 有一個那個同化器嘛 人很多嘛 我在想 假如說親鬼經驗通的時候 人會不會更多 市長你認為呢 一定會更多嘛 最少會成長好幾倍啦 對不對 所以說啊 能不能帶動人潮 這個很簡單 有沒有精進效益 這個也很簡單 這個答案 在我們假設性的 可靠的假設 可信度的假設 我們都可以 看得出來的遠景 所以我到這個 這個問題我們在議會 曾經也有 在野黨的議員 一直在反對嘛 他們會講 我不是反對喔 我想蓋到戲子啊 不到戲子方面 還是到黨黨方面 我也搞不清楚嘛 這個是顯而易見的 好 我是在想 能不能在明年啊 我們也會面臨選舉 市長跟議員選舉啊 我們就那個政黨對決 這樣他提出共同政見 反對親鬼捷運到基隆 反對建設親鬼捷運 他們提出共同的政見 對不對 那我們是贊成方 他是反對方 我們讓市民決定 市長你會這樣合不合理 這不是最直接的嗎 你給我提出來 我一定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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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共識的話 我們提出共同政見 如果沒有共識的話 單打獨鬥我也要鬥 對不對 正確的方向 就是不要畏縮嘛 也不要對決 所以說我認為說 這個親鬼捷運的問題 最好能夠在明年來 做一個給市民的一個檢驗 再來暑假馬上就到了 我建議市長 我們考慮一下 暑假這幾個 這個大概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在市區啊 我們來規劃 假日的人行步道 我們來規劃一下 我們請教育處多費心 我們以前也規劃過啦 雖然不盡理想 那曾經也規劃過啦 我們再可以試試看 以前沒有很成功 不代表以會不會成功啦 可能他的規劃 有一些瑕疵 或者不太理想 也有可能啦 對不對 他確實會帶動一些人潮 因為我個人的感受 我在一個沒有車輛的街道行走 我可以騎的 要路上的機會很少 那感覺很爽的 好像街道就是我的 真的落實回歸人本主義啊 馬路不是給馬走的 是給人走的 我可以很逍遙的 而且曾經我們有一個警察局長 他跟我說 只要市長有意願 他可以配合 他會規劃的非常好 那個人現在是 警察大學校長 叫刁建生刁校長 他說主要市長有請 你看我的 他說別人我不知道 這一方面他很在行 他曾經這樣跟我講 或者我們也可以去請教他 他雖然現在高升為這個 警察大學校長 我們也可以去請教他 但是基隆人 我相信他也很願意 來奉獻一些行李 我想這可以帶動人潮 因為最近呢 只要放假的時候呢 血稅都會塞車 我想沒有人 喜歡在血稅裡面待那麼久 那個人潮 如果我們有好的規劃 他會轉向到基隆來 他會轉向到基隆來 這也是一個契機 有時候啊 一件事情啊 你時間做對了 你的結果就是好的啦 好 謝謝 好 以上這小時 我們的聯合式政總職群 時間到 我們休息十分鐘 一定要保留 讓我們休息一下 這個時間到 關於 成功的 那太早 有人在 開動 沒有 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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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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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